第兄姐妹早晨,我是李杰真传道 今天阅读的经文是罗马书15章1-13节 保罗在罗马书14章1节-15章13节 提出了信徒教会生活的原则 在14章1-12节是讲有关信徒要彼此接纳 14章13-23节是讲到不要叛倒人 而来到今天15章1-13节 提到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 经文第一节 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为何要担待别人的软弱呢? 应该这个字是有力的字 表达一种道德或者是灵性方面的义务 这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 是不可以逃脱的责任 担待意思是担负重担 是加拉太书6章2节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担待和担当原文是同一个字 坚强的人有能力 就更应该担当不坚强人的软弱 坚强的人要将不坚强人的软弱 看为自己的软弱 正如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经文2-7节是学校基督的榜样 保罗说我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 反而要积极地求轮舍的喜悦 如果单位土人的喜欢 讲奉承的说话或者行动 是没有意义的 保罗提出要使他们得益处 建立得行 是要获得属灵生命的益处 教会得以被建立 让那些不坚强的信徒长大成长 能够成为教会中坚强有力的肢体 基督没有求自己的喜悦 他从来没有按自己的喜悦来做事 他一生是要为作成神的旨意 成就救赎人的工作 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坚强 有能力的信徒 就更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 不求自己的喜悦 保罗引用诗篇69篇9节 来支持他的教训 这句话是诗人作为尼赛亚的预表 为基督所受的苦作出申诉 罪人拒绝神 顶撞神 甚至欲骂神 现在基督为了神的缘故 让那些欲骂都落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从圣经得着安慰 借着忍耐 好使我们持守盼望 保罗为罗马人祈求神 赐给他们彼此同心 互相接纳 同心合意向神发出讨告和赞美 将荣耀归给神 经文8-13节 我说 指导保罗郑重的说话 是一个正式的宣告 在这一段 保罗提出一个新的思想 在讨论软弱信徒与坚强信徒的时候 他没有提及关于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 基督是为神的真理表明神是信实的 基督作犹太人的执事 要坚定和应验神对列祖的应许 同时神有怜悯 值基督的救赎 呼召爱帮人进入神的恩典中 成为神的子民 一同向神欢呼敬拜 保罗提醒我们 神是盼望的根源 一切盼望都是从神而来 人最终的盼望是与神永远同在 在最后一节 十三节 经文里面是表达了讨告 或者是祝福 又或者是许愿 保罗的愿望就是求神 使他们充满喜乐和平安 这个是唯有相信耶稣的人 只能够得到的 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人生命的改变 平安更是指向恩着与神的关系 而带来生命彻底的改变 让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猜派耶稣来到世间 不但拯救我们 更为我们树立榜样 世上有很多软弱的人 他们需要帮助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天父更能够帮助他们 在他们还美认识神之前 担当他们软弱的是基督徒的责任 求神帮助我们 成为坚固人的人 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命头 阿门